超温暖 那是烤锯 都是烤锯 提摸 大家要做练习的 几块可以看录影 来 Anybody has one 上桌子没有上来 上桌子没有上来 上桌子没有上桌子 他没有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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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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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所以我們稍微簡單複習一下 稍微簡單複習一下 這邊這個物體如果帶陣電 請問這裡面有複電 這個物體你會不會有複電 會啊,那帶陣電的意思是 這樣少,複電你陣電少 不可能 目前來講 目前來講不太可能做出這樣的東西 就是它只有植子沒有電子 因為如果植子沒有電子的話 它就會收縮,它就很小 非常小 因為這個存在 它是我不太可能把它的電子完全拿掉 所以 如果植子沒有電子的話 它會整個物體 它會整個散掉 所以這個同性傷 不會啊,它沒有強力啊 它讓植子可能收縮 它不會,但是你要把這個電子拿掉 所以要是幾乎上很難很難的事情 真的 好,另外一個物體 帶陣電 請問這裡面有沒有針電 有喔,為什麼帶陣電 因為陣電比較多 對不對 對不對 官員,不要現在這麼認真 官員 不要現在這麼認真好不好 現在上課時間 那個有空在做 所以這是兩頁 兩頁,這是上面的附型 上面的底部 來看一下 所以呢,假設我這邊有個鎮電荷 他要往那邊走 有個鎮電荷 他往那邊走 他往那邊走 他會移過來 所以可以想像,這就是一個電場 那所有的鎮電荷 都往這邊走 同意嗎? 所以我們說這邊就是在鎮電壓 鎮電壓 電場就是這樣 讓物體有一個壓力 有一個行動的驅實力 什麼叫驅實力 驅力 什麼電什麼方向 鎮電荷 什麼鎮電荷 某些鎮電荷往某些方向移動 這種驅動的能力 我們就說它是電壓 那要好重點 你說 因為我們看到有電子流號 那個流號電流 就是因為我們以前都認同的時候 是鎮電在跑 對 對 但通常那個 但通常那個 證明有一個畫的很明顯 很明顯 但比如說 不太平衡好像也很奇怪 對 算比如說還是就是比較短 但通常 通常說 他們覺得說這樣感很奇怪 就很不改 但通常呢 以前中途技巧大家都覺得 第二次贅民的 對 是不是讓好幾百人 然後刻畫一句 明顯的話 就 那證明就是大家 發生所謂的 很遠的 那通常呢 那他們 他們全部都感到只有 是遠的 那 那為什麼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就覺得 提了個體面 我們就覺得很久 很正常 我們已經 沒有 但是因為如果有第一次 我們都沒有辦法解釋 那時候 這個 因為這個鎮電跟附電 它的公式不會改變 它的解釋也不會改變 所以沒有差別 那不是 我覺得說 這個體面 你這樣 就是說 就是說 你像說 你突然變得感覺 你附電在流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 因為 特別習慣這種 附電在流的那種 形式 這不是說 這 沒有什麼 你說奇怪是哪個地方奇怪 說 附電在流是奇怪的 對啊 附電在流不會奇怪 因為突然 哪個附電在流 我上次解釋過了嗎 那我就習慣了 我上次解釋過了嗎 你附電從那裡跑過來的時候 跑過來就表示 這邊還有一個孔 這個孔帶正電 這個在附電 附電跑來這個 帶正電的孔 對不對 是跑過去的時候 是不是變成 附電移過來了 然後 正的這個孔在這裡 好 所以從某個角度看 你看是 附電移過去的 從某個角度看 是正移過來了 老師 我們現在 我們都知道是 附電 附在 所以說有個說法 有個說法 我們現在的東西 叫做電子流 不知道會不會講好 電子流是 附的流動 有人說 那正是什麼東西在流 正什麼東西在流 有沒有正電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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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流 你看這邊是個洞 這洞帶什麼電 正電 正電 就電動流過去了 電動流 所以電動流帶正電 酸胞流 但是電動流 因為電動流那個洞是空的 所以我們講電動流 感覺上是沒有東西在流動 所以我們只是 這是一種解釋辦法 電動在流動 可是電動事實上是空的東西 它沒有所謂的一個現實的物質在流動 電子有物質在流動 可是你用電子流跟電動流 事實上是同樣的結果 同樣的結果 那電動流可以解釋 我們過去已經習慣使用的 正電在流動的概念 所以正電在流動 或負電在流動 並不會影響到 我們對電 對電流的 對電壓的 對電的這部分的理論都會影響到 所以即使後來發現了 正電在流動是電子 你的學縮都不會被影響到 所以不需要去改 所以不需要去改 可是地球是平的 跟地球是圓的 有沒有影響 有 當然有影響啊 地球是平的 請問你能發射人造衛星嗎 可以 還是可以啊 人造衛星怎麼知道地球轉 地球是平的 只要地球出現圓 那這樣繞到車場 這樣繞到車場 這樣繞到車場 你這樣會耗能量 可是我人造衛星發生 遇到地球轉 都是不耗能量的 對吧 差別又很大 所以這個理論要改 因為這理論是不通的 可是我的電動流跟電子流 我的理論不一直可以 就是通了 沒有影響 所以不需要改營運啊 那如果有天 未來電子 電流 他們發現 有人發現 電流的現象 有電流的現象是電流 電動流沒有辦法解釋 有可能嗎 有可能 有可能就會改 如果有一天發現 電子流才能夠解釋某些現象 那些現象 別的地方都沒有辦法解釋了 我是不是要把正負號 正負號 正正負號 已經影響非常非常大了 那我覺得你要改 可是在此之前 不需要改 你不改 會影響到你現在的使用嗎 那先改 沒有沒有沒有 不需要 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改不改不做 我們現在說了算 就像是 聽說 第115個元素 第113個元素 被發現了 什麼元素 115 好像第115號元素 被發現了 什麼元素 我不知道名字 他沒命名出來 我去命名 他們現在改一下 就說這個名字 日本人 日本人 他現在 聽說 最少發現的是 是美國 還是加拿大 他們也就跟你有發現 但是 日本人是把這個元素 做比較多的分析 所以他們的性質 比較清楚 那美國將 他們聽說 最早被發現的 他們做出 一個或兩個電子 兩個元素 一個或兩個元素 是人造嗎 人造嗎 這人造元素 那所以現在就是 聽說1月份 那個 國際科學會議要討論 那你要給誰命名 他們要承認說 這是誰發現的 那當然是學聯命名 好啊 給你看看 有沒有那種 國際命名的時候 是用抽的嗎 不是 目前沒有聽說 通常都是 誰先發現的 誰先發現 就是誰來命名 抽的話 那如果是日本 獲得這個命名權的話 就是說 目前 州集團裡面 就唯一一個 亞洲人命名的 就是出現的 不然目前所有的 州集團上的元素 都沒有 這是亞洲人發 亞洲人發 那會不會有 韓戰頌 中文不是有 一堆帶來的條嗎 沒有韓戰頌 少 不理是做不到 現在沒有做出來 我們 我如果去發明 然後我可以以他 預言嗎 當然可以 那我可以 那我可以 休業好肥嗎 不行 沒有討厭 蛤 因為我不同意 回來 回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正電廠 電腦的流動 所以這個概念知道了 我現在電 如果把這個 固體上面的 蓋了一些電量 Q的電量 讓它從這邊移動過來了 這東西我們像 如果一個石頭 在這邊掉到地上去 有沒有感覺是一樣的 位 位 對 我們從這邊 這個石頭 掉到地板上去了 因為這邊有個重力場 有個趨勢 讓它可以移動 對不對 讓這個質量可以移動 所以地球對它做工 讓它掉下來 同樣道理 這邊有個電材 假設這個陸體 它上面帶一個電量 我讓它移動了 請讓我們做工 有啊 我有做工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發現了 我們就定義了 一伏特等於什麼 10 1公克 對 1伏特的意思是說 讓一庫勒的電 一庫勒的電 移動1公尺 不是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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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得到了一焦的能量 我1伏特的意思是說 這兩個東西1伏特呢 我一庫勒的電 從那邊移動過來 這個物體 跟它一焦的能量 我們就說 這兩個的電會差 是1伏特 一庫勒的電 移動 移動 然後移動 對對對 有一個聽懂的意思嗎 這位同學 剛剛眼睛閉起來 剛剛講的你三次不對 都眼睛閉起來 什麼意思 對我還是什麼意思 哪次對我不難的 扣點 對 學人加點 學人態度很好 學人都在扣三點 你在旁邊搶槍 沒有辦法 上面整個答案是個問題 來 再講一遍 觀眾 聽清楚了 好啊 我知道 我這一部輪的電 被我從這邊移過來了 如果我可以讓這邊 得到一焦的能量 我就說 這兩邊的電會差多少 一伏特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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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 好 那上禮拜我講的東西 這邊要解釋一下 那上禮拜我講的 後來我自己也找不到那個答案 所以那個答案 就可能是錯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帶一下也好 沒辦法 因為那個課本他沒有講 你知道酷仁是誰嗎 酷仁是一個人 對 那他兄弟像的偷手嗎 以前的偷手 他們還連成一個買賣酷 勝利公司 對 我知道 三個然後用這樣 對 我說酷仁是電量的單位 對不對 對不對 酷仁是電量的單位 這個 記不記得 沒有 那我說 這個 你看這個 中間間隔一公尺 然後 喊一個數的 例子是酷仁 所以我沒有找到答案 不知道定義的 不知道定義的 所以 不用去這樣 但是酷仁怎麼來了 目前我找到一個核電解釋 我找到一個核電解釋 但是你要知道他的電量 對了 好 一個導線 一個核電解釋 如果每秒通過一個酷仁的電 我們就說 這是一樣的 這沒有問題 這樣定義還是這樣 如果有一個酷仁的電 通過一個核電 對 通過一個核電 然後這一瞬間 這一秒鐘 有一酷仁的電 會通過這個核電 我們就說 這個導線上 具有一樣的電流 這沒有問題 好 這哪邊超難的 所以呢 這哪邊超難的 哪邊超難的 告訴我 有 把東西混在一起 就超難的 在這邊 電流這邊 事實上 他最大的問題 是在於說 我們要先理解一個 我們之前的力學 都是你比較容易看到的 我吹個物體啊 私力啊 都是你比較感受得到 但電的時間呢 基本上你比較感受不到 對吧 因為電在跑 我看不到 不容易感受 但是 就是這樣 有時候需要一點點外觀的現象 來解釋他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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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他 你要掛 你要掛你的腳 你去拿別的椅子 就把我椅子拿走 我脫鞋 不是啊 那我等一下想做的時候 坐哪裡 你拿別的椅子啊 奇怪 你沒什麼做 從事後我也要掛腳 我也要掛腳 很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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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掛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是在想 所以我才可以跟他掛腳 對啊 我們要不要下次就直接翻一點沙發桌 我們要不要下次就直接翻一點沙發桌 然後全部都睡著 是不是 不會 不會啦 我們會盡量不要睡 就這邊不舒服才會睡 睡不著 是吧 以後要在這上面 好 那我就跟他更爽一點 欸不是 欸 哇 三顆 哈哈哈哈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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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 就算了 就算了嗎 很好很好很好 沒關係 爽都沒關係 就要上車去 OK 就睡著了 就要爽了 好來 我們大概知道 我們大概知道 一個導線 一個電場 那我現在有個東西 可能你現在 可能目前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沒關係 我們先放心一下 這個東西 這個符號機叫電池 我們都用過電池吧 你可以想像電池是什麼東西 電池好像是一個 升降機一樣 它就好像是一個 電梯 自動提款機 不是自動提款機 是電梯 是啊 我的電呢 通過這邊就是負線 通過這邊之後 我就把我的電壓給增加了 我想像一下 沒有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發球 發球就有用 它搶電池的 搶電池的方式 它就讓它電位增加 就讓它電位增加 所以從這邊流出來的電 就可以讓 比如講這是一個燈泡 我就可以讓燈泡怕光 耶 這樣可以想像嗎 所以我如果放兩個電池 會發生什麼事情 電力增加了 我的電位增加了 我增加一倍的電 所以放出來的燈會怎麼樣 更亮一點 更亮一點 對不對 那如果再放一個呢 三倍 裡面三倍的亮 三倍的電 燈泡很砰 燒快 變太強了 變太強了 變太強是什麼樣的原因 變太強是電流太大 把它扑濕一點 你可以想像 我的位子如果越高 如果假設這個水管 流水出來的話 這水是變強的 從二樓流出來的水 不一樣強 三樓流下來的水會更強 是不是這樣子 更強 表示它的力量更大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電路 在概念上是這樣 通常這個負載呢 它是個電阻 在符號上 我們就用這樣做表示 這叫電阻 彎彎去去的 就感覺阻力很大 這個電池 是用這樣做表示 長度代表正電 然後你代表負電 有什麼呢 你又笑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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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呢 這些東西我們剛才知道之後 我們來講個事情 Jerry可以讓他做個實驗 他發現這個事情 他發現呢 一個導線上 一個導線上 柯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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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導線上的電壓 跟他的電流 會成正比 電壓跟電流 會成正比 也就是說假設 我這邊放 一伏特 我得到 一安培的時候呢 我如果把這電壓 改成兩伏特 我會得到幾安培 我會得到兩安培 他成一個正比現象 他得到這個觀念 歐姆這個人 不是歐姆單 歐姆這個人 他發現這個現象 所以他就知道 歐姆定律 你看很簡單嘛 你看 以前我隨便發那個現象 就說這有什麼定律 對不對 發現 學年很可愛 融圈發現了 某種東西 有個特別現象 他可以看到融圈定律 對那個女生告白一次 你在模仿那個櫻木花道 在哪 高隆選擇 149次 耶 第100次 100次被拒絕 那我第一次發生的事情是 我的電壓跟我的電流 會成一個定值 所以他稱這個定律 叫什麼 叫做電軸 這個電軸 就是這個導線上的電軸 所以我只要把電壓 存在電流 就知道這個導線上多少電軸 這電軸這樣就到了 我們就這樣定義出電軸 所以你真的拿一個電軸來 還蠻簡單的 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好像這就是一個小錶 這裡面都是電軸 這電軸不一樣的結果 這都不同的結果 那可能有多少大 多大的電軸都有 那目前大萬電軸 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是多少 中 中 他真的在我上課的時候 問我說 有沒有會的照片 然後有時候 我先幫他幫別人做 好 現在還不完照 中 紅 橙 黃 綠 好 這是橙 這個 我高中的被控 中文 黃明安的回來 那是我們公立課 公立課我們每天都要做 一夜有了沒有 那是我們老師叫我們 背這個電軸的射碼表 這電軸他們有四條射碼 四條線 四條線代表它的電軸大小 最後一個是代表準確度 金色是5% 就是5%的誤差 成呢 中紅成 成是 成是3 黑是0 中紅成 對 中是 1 1代表10的一次方 10的一次方多少 就是10 所以30乘下10的一次方多少 300 所以我剛剛拿了一個電軸是三角歐姆 就可以這樣確認 它的電軸是 但是它怎麼電軸 當然是可以用電軸表 去量它的電軸 就知道了 那電軸是可以超不到 那電軸怎麼知道 當然是回到這邊來 我就用電壓電軸測一下 就知道電軸是多少 OK OK 要問一下 假設用三角歐姆的電軸 我配上我現在一般的電軸 一般電軸是幾伏特 1.5伏特 1.5伏特 好 我的電軸是300歐姆 我的電軸是1.5伏特 它中間的電軸是多少 450 再想一遍 1.5伏特 3.5伏特 等於多少 0.5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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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培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不對 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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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培的才好 我想一下這個 我想一下對不對 來來來來 再整點 再整點 我剛剛在把握 你看他把握握 你剛剛在把握握 沒開心 之後 之後 好像是0.05 0.05伏特 一定是 那是0.05伏特 一定是0.05伏特 一定是0.05伏特 不要把握握 沒有 那少了一個 0.05伏特 對啊 0.05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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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沒有懷疑 兩百分之一 兩百分之一 兩百分之一是多大 0.05伏特 0.05伏特 2百分之一 欸 0.05伏特 對啊 2百分之一 你算錯了 你算錯了 2百分之一是0.05伏特 OK 謝謝 欸欸欸欸 0.05伏特 真的嗎 我算是0.05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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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伏特 所以之後 往後兩格 所以是0.05伏特 有往後兩格 因為下面有兩個0啊 兩個0丟 就兩個 好 我來簡單一次 0跟上去 0.05 這個不見 這個不見 0.05 喔 對 0.05 對 0.05 0也分了 學生分了 這算了 天長的資源 好 好 欸欸欸欸 加點加點 你們看 如果沒有提出來的話 你們大家都簽了 所以要加 你加什麼點 我們這邊有啊 我們這邊有啊 我們這邊有有哥啊 好 欸欸欸 可是你沒有提出來 對 我很理直 我是沒有說 我覺得他 你是可以吃進飯吃 小飯吃 好 那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 剛剛一位 浩瑄已經說他不知道怎麼算了 沒有 我剛剛很喜歡 對對對 我現在已經說 我現在電壓 給他一個電池 一種伏特的電池 我現在用剛剛那個 電阻 300歐盒的電阻 加進去 我知道這個電流是多少 怎麼算 我們已經知道了 欸 欸這位同學 那位同學 哈囉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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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又閉起來 差不多20秒了 不好意思 人家的威脅 人家的威脅 你這一點用劍 所以 所以 好 我上一人在打 我上一人在打 三米超難的 沒關係啊 回來回來 你看喔 我的電壓 除了電流 是冷的電阻 同樣照顧 我的電壓 除了電阻 是不是冷的 我的電流大小 是不是 這兩隻換位置而已 這兩隻換位置而已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從上道理 就知道我的電線 裡面有多少電流 電流 所以你就把電壓 除上我的電阻 我就可以看到電流 所以剛剛的正義是 1.5除上300 代表多少 對不對 1.5除上 1.5除上300代表多少 所以 那個 學生的做法 是直接把它變成 底下根部是1 你看上面多少就好 那你這個很簡單 是 我 先把它三除掉 變成100 這邊變成0.5 對不對 然後再把100除掉 就往後再退2.0 就0.0.0.5 ok 0.0.0.5 這樣來 然後就這樣什麼問題 大概 有問題 大概有問題 大概有問題 大概沒有問題 好我們來簡單的 做個實驗 既然有東西我就做實驗 好 所以 所以 沒有 不用管 我可以測一下電子的電子 之類的 好 我們都說 我們都說 有辦法你直接開玩笑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小事情小事情 然後看一下 好 大家 都沒有發現 再講一遍 我來大家丟了 這麼多 不用 你幫我拿一個 那個 螺絲釘 我要把那個變得一點 投入點 那不是一個取代線 之後反而 更難加大點 對對對 因為 回來 有一些好的回答 是可以加大 然後 現在 可以講一小點 換他 等 是因為 為了要幾次學年 還要是給他 直接 用頭刷 蛤 什麼 冠軍剛剛上課 就打了三個 問題 你瘋狂 他 他 什麼 欸 我上面認真 都加一點 沒有 我就是叫他投入點 而且那一節課 真的 一直加 他 他 他造成也很多 你看 你看 我很棒 然後 好 來 來看一下 同學 同學 不要吃別人 之前講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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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我送給她這個 那我電給我 那是妳自己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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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妳的 那是妳的 那是她的 那是她的 她的 她已經15點了 沒有 我電沒有打電的 是4.5 新的要拿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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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電腦的 應該是我的人 你幫我拿一下好不好 好 拜託一下 拜託一下 新的要身體 對 我把他進去 大家可以 來 各位先看一下 電腦 我記得學大了 我們有個電腦 我們就開始打鐵 用廢物來打鐵 那就是 學 學 學 他就是用電腦 沒有電腦 沒有電腦 三分鐵工 正學 來看一下 上面有一個人 連上面都會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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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這裡 對嘛 因為表面上有幾個檔位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連演成都不換 你還要渴望球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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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通常會幾樣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三用電腦 會給大家三種東西 哪三種東西呢 你跑不快在哪 這個做的 不過 線怎麼樣這個線 這是 哦 好 電腦 它通常 現在通常我們就用三用電腦 三用 是哪三用 兩兩三個 海陸空三 就是這三個 變壓 變主 跟安培素 變柳素 好 量電腦的時候呢 你要先把他調大檔位 調小檔位 大檔位說我量 他的檔位說 我的Maxima 我可以量到什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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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人聽不懂 你這種管別人 管理基金的懂沒有 我看後來可以量最大的範圍 通常要先調大的檔位 表示說他的寬範圍多一點 因為 假如你去量個電池 你不知道這個電池有多少伏特 你就先調最小 你要量一點點伏特的 就量它 可能就爆掉了 它電量太大 它可能是一千伏特的 一兩爆掉了 我只舉個例 伏特的電池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 做得出來 當然可以做得出來 所以你在做這個事情 一定要先從大的檔位開始調 這是一個測試安全 然後電流也是一樣 你要先量電流的時候 你不知道導線有多少電流 從它量 從大電流開始量 你先假設它是很大的電流 一量量不到 再調小一點 還量不到再調小一點 它可能出現獨質了 電獨質也是一樣 這樣懂的意思嗎 假設你的範圍這麼大 你的量的範圍這麼大 八道以下 這次最大我可以量 100伏特 結果量少一點點 我得到的只是10伏特 準不準 1伏特 這1伏特怎麼準 不準 因為這太小了 可能在誤差範圍內 它這個誤差品就是百分之一 這在誤差範圍內 誤差範圍 誤外 已經是可能是誤差範圍 所以把它調成十 不過調成最大的比方到十的時候 這個值呢 可能跑到這邊來 一兩分是十一伏特 就稍微有點準 懂意思嗎 就是你要去調整哪個位 好 這麼誇張不可能 這最大是十 這不會是十嘛 我們就寫量到可能是 誒 剛剛是100的時候量到一嘛 十的時候可能是量多少 1.1 100的時候量到一 百分之一嘛 原因好了 他還是一 他十沒有錯 但是我這時候量到可能比較清楚 你才是1.5獨特 100的時候1.5 看不清楚 你看得一或是一 多一點 可是用十來量的話可能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來看一下這個電壓 那我知道這個電池是 1.5獨特 所以我只用2獨特去量它 可以看一下結果 你看結果 你看結果多少 1450 1445對不對 那因為我這個是叫做 1.5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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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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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獨特 2.5獨特 1獨特 一千個千跟之一是一啊 所以一等於一嘛 這沒問題吧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讀值是2000min伏特 我最大可以量到兩個伏特 讀出來只是1445min 比方說是幾伏特 1.45 伏特 那可不介紹 沒問題吧 好 那我們現在量電子值 我們剛剛想說電子值大概300 我們來看看電子值 我電子值這邊用的讀值是2000的讀值 所以2000的讀值它是範圍比較小 因為我大概看過那個上面寫的300 我們來看看它多少 就量兩個角 你看讀出來多少 HELLO 讀值多少 295就是295安美 295 歐姆 但問題就是量它兩邊 電壓那也是量它兩邊 但是紅色要對正的 黑色要對負的 接下來要量電流了 我看你知道了嗎 現在三天電流都有保護 它就會成功的符號 我們可以試一下 你看我正的對正的 負的對負的 我把它反過來 就只多個符號而已 但是小電流 小電量沒有什麼 大電流大電量有什麼 燒掉還是要小心 最後要量它 安培數 我們剛剛算算安培數大概多少 0.005安培 0.005安培 0.005安培是幾個midi安培 幾個midi安培 然後看一下 1000midi安培是多少 大概就是 200萬 錯 什麼200萬 你現在收入東西 那是一個midi安培 5啊 20是一個midi安培嗎 不是 5喔 就是5 就是5個midi安培 你看嘛 0.001就是一個midi安 0.001A等於一個midi安培 0.001A等於一個midi 不是千分機的意思 0.001A等於一個千分機 是吧 0.001A等於一個千分機 是吧 0.001A等於一個千分機 嗯 這是5個千分機 所以這是5個midi安培 有沒有問題 我們來試試看 5個midi安培 來我們量一下 我現在把它調到 我現在調到 20midi安培 最大只可以量到20midi安培 我們看看量到多少 好 要氣況嗎 沒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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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 好 沒有動 沒有動的原因是什麼 猜一看 為什麼不會動 接觸不了 一個是接觸不了 沒有錯 一個是接觸不了 一個是接觸不了 我們再換一下 再拆拆細 沒有動 沒有動的原因 沒有動的原因 對沒有錯 一個原因是這個電池沒電了 那你告訴我 那不是 我不是量到1.44伏特嗎 我告訴你 這電池正常來講 有電的時候 它就是大概是1.6伏特 大概第1.5伏特 基本上都快沒電了 我們試一下這個電池沒電 這是沒有電的 這是沒有電的 那裡有電的電子 電起來 開始 好 好 你看這1.5 這是大概是1159多 表示這樣1.6伏特 應該是有電的 我們再試一次 來我們試一下電流量 來 等一下看 謝謝 有沒有電流 有 怎麼沒有電流 怎麼沒有電流 對 這個電流的原因是什麼呢 放掉了 抽彩 那有可能他已經沒有電了 試一下他為什麼 欸 哇 這個是誰用的 用完就線上外面 電池還沒有電 那麻煩他都會轉 怎麼會有電的電池這麼難 很難吃 我一個都不太多 真的 電池是什麼 放太多了 要欺負你 搞得我現在受不了 我去拿電池 我來行動電池 謝謝 我現在要行動電池 行動電池應該是有電的 看一下行動電池 我剛剛看了一下 運行中電比較大 所以我用20伏特去量它 同樣的 正的就正的 伏的就負的 這樣才可以量電量 多少 幾伏特 5.04伏特 5.04伏特 5.04伏特去測 所以5.04伏特去測的話 會得到幾安美 幾安美 假裝電量是5.04伏特 算一下 5.04伏特 底下是300欧姆 我可以對它幾安美的電 幾安美 0.0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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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數1要挖到幾個 4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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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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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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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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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24 除劍了 錯啊 你除了0.016吧 就好了 那你告訴你答案 然後我簡單的跟你講 這要算 如果是我的話怎麼算 3 我是覺得這樣除 我可以想像它是5.1除3 所以這算起來是 對不對 因為這個除劍嘛 1.7嘛 對 所以這個指定是比 1.7小一點 應該是504嘛 所以小一點 就很簡單 就可以大概知道 所以如果要算的話 我直接告訴你 我直接想說 這個答案是0.017 你應該先除一下 先除一下 然後再把它 再算那個小數點的位置 我直接說這個答案是0.017 好 我們來試試看是不是真的0.0 是不是真的17 17命量便 好 過來 這個測完 我們就可以 塞好 好 那把這個接在旗 按下去 好 這個真的呢 就這邊 來 可以幫我把負的 負的接到負的嗎 可以幫我把負的接到這條線上嗎 好 再用這個壓著 慢慢壓到之後 他沒有動 好 還是沒有動 所以結論是 我弄這個電流 我歡迎他 現在你會的生活為止 這電能力應該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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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電流都不會動 他電能力 好 好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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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了 他開一下就不見了 所以他一直開 來 同學 幫我壓一下 這個黑色的線 黑色的線 這個黑色的線 這個黑色的線 好 壓一下 有電 沒有 還是沒有電 這電沒有滑過 再壓一下 燈亮一下就不見了 好 好 壓一下 有電 沒有 沒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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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 沒有 沒有電 有沒有電這次 好 這電能力快掉了 好 就像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電壓器 電流器是好的 電阻器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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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阻器把我關掉一下 我們把這個 去 寫 快點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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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